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有準備好了 媽媽 這是我寫給妳的第一封信 因為妳對孩子的愛 從來不是用語言來表達的 所以我也不太會 妳是個行動派 就是用做的方式來表達 從小到大妳為我們四個孩子 煮飯 打掃 整理家裡 妳選擇買好的東西給我們 頂禮我們大大小小的事情 之前很多的弟兄姊妹 還有朋友來家裡的時候 妳都很熱情地接待每一個人 他們都說妳很可愛 但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不太認識妳 小時候妳在我心中 就是一個不停為我們付出 還有睡睡念的媽媽 但是一直到長大之後 我們才像朋友一樣可以聊天 有的時候是開玩笑 有的時候是聽妳訴苦 有的時候是陪妳看妳喜歡的電視 跟你去礦街 教妳用手機 越來越了解妳的喜好還有習慣 發現到我的媽媽是這麼可愛 媽媽媽妳辛苦了 感謝妳這麼多年來 一個人撐起這個家 妳沒有在孩子面前說過要放棄 從爸爸十多年前過世 一路以來妳都搖牙撐過每一個難關 妳是這樣愛我們每一個孩子 和這個家 而且愛得很努力 但是哥哥們和我都長大了 妳可以好好的休息 換我們來照顧妳 我知道上次在我們家做幸福小組的時候 當我在跟其他人分享上帝的時候 妳都有在旁邊聽 雖然妳躲在房間裡面 今年的母親節 我想要送妳一個禮物 就是上帝 我們照顧妳 也許會照顧得不周到 但是上帝不會 因為上帝說 天上的飛鳥不中也不收 也不繼續在倡庫裡 但是還會養活他們 更何況 媽媽妳比飛鳥還要重要 上帝已經照顧我們家很多了 妳可以來當上帝的女兒 讓她來照顧妳 媽媽 上帝愛妳 我們也愛妳 母親節快樂